西宁查处取缔34家校外培训黑机构 本报信记者日前从西宁市教育局获悉 在寒假期间学科类校外培训黑机构 小广告隐形变异培训专项整治行动中 西宁市共查处取缔无证无罩黑机构34家 则令退还学费39.2万元 西宁市教育局汇同公安、城管、民政、市场监管、卫生健康等部门 多次召开部门联席会议专题研究、明确措施、细化分工 成立联合督查组队违法违规学科类培训黑机构 非学科类机构超范围违规开展学科培训 及滥发校外培训传单广告等行为开展集中整治 共完成96所学转飞培训机构和71所托管机构的排查治理 同时西宁市依托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 加强工作力度、提高检查频次 通过全面巡查与重点监看 实现对辖区链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巡查检查权覆盖 动员居民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和社区志愿者 对学校周边及居民区进行挖网式排查 全面清理收缴违章招生广告 确立散发违法小广告人员 努力从源头上斩断非法广告传单传播渠道